春节假期已过,虎年开工,你需要注意些什么? 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我是Share 视频的开始,首先祝大家虎年大吉,新年快乐 在春节假期期间,当我们走清房友的时候 全球市场也发生了几件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大事 今天就给大家汇总盘点一番 首先第一,油价大涨创2014年以来的新高 全球原油市场现在受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较大 因此当乌克兰问题导致政治冲突升级后 全球原油出现快速的上涨 截至2月5日以来,纽约轻制原油期货及WTI原油价格 7年来首次占上每桶92美元关口 而布伦特原油也占上了每桶92.638美元 这更是国际油价的连续第七周上涨 此前,北约与俄罗斯的谈判无管而终 双方都不肯各自退步 美国也对俄罗斯方面已经发出警告和威胁 这些种种事件无疑是推动油价强势的主因之一 回顾2021年,全球原油价格呈上行趋势 我们也在此前的视频中分析过2021年全球油价的走势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查看往期的视频 获取更详细的资讯 在国际油价不断走高的时刻 以沙特和俄罗斯为首的OPEC联盟仍然拒绝大幅增产 坚定原定计划在3月增产40万桶每天 拒绝了美国和印度等主要石油消费国超量增产的要求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 拜登试图将原油价格控制在80美元左右的计划 也因OPEC联盟强硬的态度而以失败高中 这其实也侧面证明了OPEC的生产力不足 原油供给量将继续低于预期的问题 高盛集团分析报告也预测 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将在第三季度突破100美元 第二 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收紧方向进一步明确 2月3日英国央行公布新政 如市场预期一样 加期25个基点至0.5% 2月4日周五的非农数据显示 非农就业创三个月最大增幅 美国1月非农就业意外新增46.7万人 这表明了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重返工作岗位 更表明了新的Omicron疫情并未阻碍美国就业的复苏 因此随着疫情逐渐的退散 美国劳动市场的失业率会逐渐下降 以及最近看到的通胀性经济数据的上升 都意味着美联储今年会加息4次和3月加息50个基点 概率将大幅上升 高于预期的非农报告 使得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上涨 利好美元 反之每股期货也快速转跌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假期期间 海外市场和资产的表现 以及重要事件的梳理 欢迎大家联系我们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